今天台灣是來山區 因為家紀官山區米糕危害 農作部的狀況嚴重 今年八月份 毛三鄉下在林武甘委保祖 拼車全人來掛狗 人家的豬腳鄉 也盡出的經費 賣炮了來掛狗 但是毛三鄉台會 認為這掛狗是地標不得本 提案建議 法宏將軍在模式 跟抓到的米糕來結紮 尚告中央統一處理 你目前還在賓國當中 保有女動物 台灣米糕在家紀官山區 做生農民頭痛的問題 因為辛苦的水果作物 身為著米糕的食物來玩 你每三鄉公司 今年八月份 在你母郭保祖經費三十萬 拼車兩名全人來掛狗 結果高軍投資到林景鄉頂 也讓林景鄉頂來守在海 可以說掛狗這種方式 是地標不得本 水果它是雜食動物 你什麼就吃 所以說 現在這個地方有什麼 就是來這裡 來破壞 來玩 我們公所是 林姆郭保祖 請兩天專門來掛狗 但是 這是 都地標 那是 你如果說到現場 掛狗 跑去跑去跑去 跑去跑去跑去 你跑去跑去 所以說 這 這沒辦法說 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 每三鄉公司 提案 建議用 法總經的方式 來鼓勵 釣由公所 受醫師 來嚴重 送給中央 來處理 減少高軍 的數量 不可 專案 還在賓國當中 而且 台灣米豪是保養的動物 沒有中央合遵 黑白狗狗 中的策法 這邊公所 這個代表台會 這個代表有建議 是不是 政府來 發獎金 來鼓勵人 我們的鄉親來抓狗 但是抓到 狗來 直接看多少錢 來 統一 管理 解雜 讓他們 反主賣 所以 這也是 要往上 呈報 看上面的決定 是不是 會接受 我們的建議 台灣米豪是保養的動物 這幾年 極端 數量增加 為海中農作物 用棒棒來走狗 勇固 也比高軍 來失敗 這是讓我們三兄 和自己的狗狼 真頭痛 社員新聞 大家看 文三兄 蔡宏彭德